民进党团则是召开了记者会批评马总统八年施政太多政策跳票 连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振元也认为 马总统的专长不在内政 卸任之后不应该再插手党政事务 不过即将卸任的马总统 今天上午还是安排了好几场接见活动 期许自己要把事情做好 漂亮转身下台 总统马英九赠勋给国内杰出企业家 执政八年和商界友好 要留下什么定位 马英九也曾说过 想要漂亮下台 马英九认为自己已经努力做好总统职务 不过党内却有不同声音 内政的事情真的不是他的专长 所以希望说他卸任了以后 就不要再协助国民党帮助国民党 协助政府帮助政府 就不要再介入党务跟政务了 新上任的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开炮 八年执政不够力 卸任后不该再插手国民党事务 不过也有廷马党员认为 国民党此刻应该团结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国民党的党员 现在是一致希望台湾的经济能够更好 往那个目标去做 而不要自己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行政院国发会日前才公布 八年施政民意调查 民众最满意前三名分别为活络外交 交通建设和自行车道设置 不过民进党却认为 这八年太多政策跳票 马英九总统如果与其忙着到处立背 或者忙着处理众演员 不如好好审视自己答应过的事情 没有做到的 该怎么跟新政府交接 民进党团列出633等十项政策 谴责马政府施政成效低 但纵观蓝绿意见褒贬不一 马英九政策如何 只能留给民众打分数 U-DN TV 陈玉勋 陈亚瑜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